我當選之後 會請我們台灣銀行住一個銅幣 上面就是這位阿嬤的照片 讓台灣人永遠記得 台灣人是善良的 啊 這裡 廣東要多少 十塊啊 你做給我 我就給你十塊 你給我十塊啊 連那路人也知道 你盤不盤太送 阿嬤你做這個道路 你做多久啊 做 直接賣賣五年 都賣五十五年 都賣五十五年嗎 打架國會 這是第一個 打架國會 美國十四雜誌外交政策 選出世界上無能的國會 我們台灣國會 就被選為無能的國會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我從小時候 很希望收到生大老公 可是我等了好久好久 先變孩子的媽 我好像沒有收到 所以我可不可以請你當我一次生大老公 幫我實現願望 可以嗎 可以 那我可以講我的願望嗎 好 好 好 總算 好 好 无视我们这些 中地下百姓的生命 万学希望我当选以后 放在我的半顾梭上 记得人民 对于我们的期待 我经历过这四十年 用八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走出戒严 走入民主 我曾经对所有这些事情 我不只谈过去 我要谈未来 我见证过在台湾的 三个时代 我父亲那个时代 是战乱的时代 我的时代 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 但是我关心的是 下一个时代 竟然是在那边彷徨 不确定 到底未来会变什么样 如果这个传说说真的有一个卖梦老人 我宁可相信 阿嬷比卖梦老人 她还要更高境界 台湾人是走过贫穷的过去的 台湾人不能让下一代 再在这边苦下去 我们看到两岸两位七十岁的人 邓小平改变了大陆 蒋经国先生改变了台湾 我七十岁为什么不放弃理想 那就是我们要重新找回台湾的骄傲 请大家给送出一个机会 让祈福大家好好服务